这一个网是今天6000米鱼网的最后一个网了 这一个网放下去之后就差不多把船开去小岛旁边休息一会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大小哥 好几天没有出海捕鱼了 然后今天天气晴朗 准备出一趟外海捕鱼 估计天气这么晴朗 也能挂个两天吧 看能收获什么好过 然后现在在船上这边准备出发 今天比较晴朗 应该出去外面捕鱼的鱼床会比较多一点的 好了我们集合完毕 准备出发出去捕鱼了 依然还是熟悉的这个场景 慢慢的先把船划出去吧 开出这个潜水的区域 就可以把发动机启动后就直奔外海了 这一次依然还是带着这个6000米的鱼网去外海捕鱼哦 看要分成三个网放下去 还是分成四个网比较好 最近两次的出外海捕鱼都是分成三个网的收获效率也算还行吧 你看一到达外海海域 海水的颜色立马变蓝色了 海天一试啊 现在的这个位置离南岳岛大概也是要十几海里的距离了 来到了熟悉的小岛旁边也是距离南岛差不多十几二十海里吧差不多 好了现在把工具准备一下 然后差不多就可以开始准备放网了 准备开始放今天的第一个鱼网啊 两了一下还是分成三个网放下去会比较好一下 位置比较集中啊 所以不用浪费太多的时间 依然放的是三个小网啊 没有大网 平均每一个网也都是两千米左右的鱼网 也是期待至今天能收获满满吧 放了两个网了 过去下一个位置放今天第三个网 这一个网是今天六千米鱼网的最后一个网了 这一个网放下去之后就差不多把床开去小岛旁边休息一会了 好了把这个浮标放下去之后 今天所有的网也都是全部都放到海里面去了 准备先把船停泊下来 把固定船着的船帽也抛下去了 这样船就固定住了 就可以把发动机停下来准备休息了 船刚停泊下来啊 现在船停泊在海中央这里 看到没有四处都是海 然后先休息一会吃个午饭 网的话要等到网上才会过去拉网啊 所以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不急啊 准备先做个午餐吧 然后喝几杯茶 今天下来的时候麻了点肉下来 所以午餐我们是有肉吃的 当然停下来喝几杯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 今天的午餐是吃这个番薯粥 配这个酸菜煮猪肉啊 吃过午餐之后又休息了一会儿啊 天室也是渐渐黑了 也是差不多准备做晚餐了 吃完午餐之后就是忙碌的起网黄节了 网放在海里面差不多就是经历了六个多小时 六七个小时的吧 机器也是启动了 然后天也是刚黑了 现在是准备过去拉网了啊 预祝今天收获多多 全部的机器也都启动了 把这个固定船子的船帽拉上来之后就出发了 准备拉今天的第一个网 也就是第一个2000米的鱼网 期待着收获满满吧 新的一天好的收获即将开始 到达位置现在开始拉网了 网也已经拉上来了 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收获吧 先上来一条嘉吉鱼啊 然后再来一条鹰鸽鱼 看来收获还挺不错的哦 小剥皮鱼也来一条啊 鱼货是慢慢的连续友善 这也是今天的第一条小剥皮鱼 再来一条小剥皮鱼啊 谁知现在海水越来越冷了 小剥皮也是开始越来越少了 这会倒是连续的有小剥皮鱼上来哦 然后还有两条小剥皮鱼 带着一条嘉吉一起上来呢 今天的小剥皮鱼倒挺多 比前面几次怪怪还要多呢 这水一冷怎么小剥皮鱼却变多了呀 嘉吉鱼却比较少哦 柠檬鱼也来一条 今天的第一条柠檬鱼 你看现在又有小剥皮鱼过来了 这里又来两条小剥皮鱼哦 柠檬鱼又来一条啊 今天的第二条柠檬鱼了 目前来看这个网的效率还行啊 连续的上了挺多的小剥皮鱼的 你看这又是一条小剥皮鱼 怎么到了忘记末端反而小剥皮鱼变多了呀 后面那一边也是有一艘鱼 常在那里拉网哦 咦这里倒是连续的拉不上鱼货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又一条小剥皮鱼 后面是来了一条箱头啊 最近的这种箱头是比较多的 特别是上一次过来外还捕鱼啊 那个箱头至少捕了好几十斤 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多了 第一个五百米 第一个五百米应该也是补到了十斤鱼货左右 上来的小剥皮鱼比较多 应该有个六七斤的小剥皮了吧 然后再加一些加鸡鱼什么的 不过收获好像就没有上一次过来外还那么多 因为也没有遇到鱼群啊 上一次过来外还是经常的有鱼群上来呢 要么就是箱头的鱼群要么就是加急鱼群 不过现在还早啊也不好下定论 毕竟只往台拉拉四分之一上来啊 看一下后面的四分之三有没有鱼群上来吧 今天的小剥皮鱼倒是真的还行又有小剥皮鱼了 但是今天的小剥皮不大哦 看起来就没有上一次过来那么大条 不过肥度倒是还行啊数量也还可以 像这种原生剥皮学名是叫做利取马面团 上一次拿去卖鱼排已经是可以卖到七十块钱了 价格是还可以的 而且接下来数量只会越来越少 价格肯定会涨一点的 不过现在价格即使再涨也涨不到哪里去了 毕竟今年的小剥皮价格已经很高了 去年的这个时候的小剥皮 已经也就是五十几块钱到六十块钱之间 又来了一条鸚隔鱼 今天的第二条鸚隔鱼了 最近鸚隔鱼的数量也偏少 上一次卖的鸚隔鱼已经是四十块钱 而且都是要达到这么大条的才有这个价格啊 跟去年的鸚隔鱼价格基本也都是持平的 好像这一回小剥皮不多了 少了一些了 没有刚开始拉网的时候那么多了 不止小剥皮鱼啊 其他的鱼好像也变少了 刚说完小剥皮又来一条小剥皮跟一条光想鱼 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是还没有鱼群过来啊 这种是什么海胆啊 这么大个 丢回海里去吧 这种海胆没有肉 一个刺豚鱼加一条红鱼啊 很明显是后面这一段鱼化变得比较少了 只是偶尔上来了几条小剥皮而已啊 其他的鱼货也没有见多少上来 好像这一段的小剥皮又开始变多一点了 所以怎么说呢 这个网络说话说少也不少说多也不多 偏偏就是小剥皮最多 前面几次过来的海基本是家籍鱼或者箱头比较多 这一个网家籍鱼跟箱头都比较少 就是这样一少说的总体鱼化就比较少了 因为小剥皮再怎么多到这个季节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了 柠檬鱼也是来了两条 今年的捕鱼柠檬鱼也是偏少哦 这一个网也是到目前为止才来了四条的这个柠檬鱼上来 其他的基本都是小剥皮鱼 再来一条柠檬鱼啊 依然还是小剥皮鱼 不过也发觉今天的小剥皮确实比较小一点啊 比前两次过来的要小头一点是位置的问题吗 今天放网的位置不一样啊 前面几次都没有放过也算是今年的新位置了 看来下次要围倒放网才行 夹鱼啊今天的夹鱼也是真的少到目前也没来几斤 这一个网到目前的收货大概也就是20斤左右的鱼货而已啊 其中就是小剥皮鱼多几条而已 20斤的鱼货大概要十一二斤是小剥皮鱼了 不过倒也还好啊 毕竟小剥皮比较值钱 这一二斤的小剥皮鱼就要七八百块钱了 再来一条夹鱼 这一会也是连续来了几条夹鱼 但是没有鱼群 没有鱼群数量就是真的少啊 鸡鸡蟹哦 又来一条红鱼跟一条箱头啊 今天的第二条红鱼了 今天上来的箱头也没有几条 呀海里也来了一条啊 这条海里就比较大条了 海里已经四十几块钱了 上往海里还来了一条火点鱼 这条火点鱼也是挺大条的 应该要达到一斤左右 只是火点鱼相对便宜一点 火点鱼现在已经是二三十块钱而已 今天上来的箱头应该也是不超过十条吧 上一次过来外海的箱头是真的数不清哦 这个网剩下最后的这个五百米的鱼网了 干瘦王这里还来了一条老虎鱼哦 从目前来看啊 今天的这一个网也不算理想吧 越境鱼货也是少太多了 没有上一次过来外海的那么多 上一次过来外海平均一个网都是要六十斤左右的鱼货 但是今天的这一个网最多也就是二十几斤的鱼货 即使加上最后这么一点鱼网应该差不多也就是三十斤 不会超过三十斤差不多 少了一半的鱼货呀这么多 所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后面的两个鱼网了 看能不能来多一点了 不过还好的一点就是这个网的小剥皮比较多 小剥皮多点价格就提上去了 再来一条鱼货鱼啊 这个网好几条鱼货鱼了 这样子差不多 这个网也是接近尾声了 最后的两片鱼网了 收获虽然不理想吧 但也不是特别的少 毕竟也是上来了挺多的小剥皮鱼 光靠这些小剥皮卖个一千来块钱应该也是有的了 总体价值不高吧 加上其他的鱼货应该价值也是一千来块钱而已 你看这边也是连续来了好几条的小剥皮鱼呢 家居鱼啊 今天的家居也是少很多 也没上来个几斤吧 最后的一片鱼网了 想要最后的一片鱼网来点值钱的鱼货 估计可能性不大吧 箱头 这条箱头也不算大条啊 好了 网也拉完了 收获一般般吧 然后这个网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 下一个网的视频 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 我是男友导标哥 请给我点点关注观看下一期的精彩视频哦 谢谢大家